大家好,我是依然,我们现在是驻车在祖国的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乌兰茶布市 乌兰代表红色,茶布代表山崖,山口 来到这里真正感受到了这来自正北方的山口的风是这么强劲 这里温度也更低一些,让人觉得干爽舒适,也是肖下避暑不错的选择 驻车下来我们步行在周边转了转 这里地广人稀,天高云淡,城区干净整洁,道路是双向八车道 路边绿树成荫,即便还在城区,也带着草原那种矿远和开阔的气息 随后我们开着车在城里的街头巷尾慢逛 一中,这是操场,这个校门好有气势 吉宁皮革城啊 原来这里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最专业的皮革批发零售交易中心 又算是打卡一个小众景点吧 距离皮革城不远就有一个古城哈 我们再去古城打个卡 修得很漂亮,但是没有人气啊 随后我们往老虎山公园的方向 吉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就位于老虎区生态公园内 整个景区用图纹、浮雕、铜、素、石雕的形式将吉宁战役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这里可以体验红色之旅、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返回驻车地的途中我们经过了白泉山生态公园 白泉山位于吉宁新旧区之间 也是吉宁区的主要山体 逛完了 左转 我们到家了 那两辆房车走了 这个拖挂也要走了 已经在拖了 回到车里小房车的电都已经快充满了 充电功率已经达到了接近280瓦了 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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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